55岁老帅世界杯现二神奇换人太精彩,不愧为俄罗斯斯科拉里,在14日进行的世界杯揭幕战中,东道主俄罗斯队出人意料的义无比铃战胜了沙特队,也许在前我们都能想到俄罗斯人会赢球,但是绝对想不到,他们会赢得如此干脆利落,而俄罗斯队能够在自己的揭幕战中赢得如此漂亮, 主要还得归功于他们的老帅切尔切索夫,赛前,切帅就给自己的球员,布置了开局抢攻的战术,第十二分钟,加辛斯基接到哥洛温的船中投球破门,为俄罗斯队顺利打开局面,不过,俄罗斯人随后就给自己出了个大拿题,第24分钟,中场核心扎叶夫受伤无法坚持,切帅被迫用切里舍夫将他换下, 没想到,正是这一次被迫的换人,却成为了切帅本场的一次神来之笔,第四十三分钟,哥洛温后插上的球进区右侧横敲中路, 左不宁中路过度给左路跟进的切里舍夫,切里舍夫进区内冷静挑球,过掉对方防守后将球打进, 为俄罗斯队将比分扩大为二比零,如果说上半场切里舍夫的换人是被迫的话,那么下半场98的上场,则是切帅的一次主动调整,第六十九分钟,他用身高一米九十六的高中峰,98,换下斯莫洛夫, 仅仅两分钟后,98便接到哥洛温的传球,为俄罗斯队将比分扩大为三比零,俄罗斯队就此奠定胜局,而在商品补时阶段,切帅换上场的两位替补球员,切里舍夫和98连妹在,四贡献进球,为俄罗斯队将比分扩大为四比零, 事实上,在上半场扎叶夫被换下场后,切帅同时也有一次重大的战术调整,他将驱身于左边路的小将哥洛温拉到中路,让他撕直前腰,正是这一次变招,彻底激活了俄罗斯队的进攻,也让这位小将在本场实现大爆发,一人独造四球,两次换人直接带来三粒进球,另一处战术调整,则彻底激活球队核心,可以说,俄罗斯队, 俄罗斯队之所以能在本场凯旋而归,切帅绝对是幕后第一功臣,值得一提的是,这位55岁的前苏联国门,长相护士曾执教恒大的世界宁帅斯科拉里,他也被中国球迷戏称俄罗斯斯科拉里,不过,在今晚的世界杯揭幕战中,切尔·切索夫用自己的神奇表现展现了自己不亚于斯科拉里的指挥才能,他不愧为俄罗斯斯科拉里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